我們一直都指標是指向保齡食堂 但是我們也要在保齡食堂裡面找的那個 廚房或是哪個地方去找到 這米酵 米酵菌酸的成分所在 應該是這樣才對啦 我現在目前的看法像 像中國醫生的洪醫師 洪教授說的 也對啦 可能在沖這以前的時候 從裡面拿出來 這個角落有那個淡泡菌的 細菌的感染 他不知道要去穿出來去感染到的可能性 也很大 這個在1936年喔 日本 那個靜鋼劍也發生過 那個大虎事件就是 這個麻糬喔 裡面有尿椎 吸貼尿椎的糞便 沒有要去感染 有那淡泡菌的 像這個米酵菌酸都一樣的 不一樣就是 一樣淡泡菌所產生的毒素 那也吸貼尿椎的中毒 四十四也會叫蠍椎 所以這個事情大條 源頭找到以後 再找更深遠的源頭 到底是真的 沒有淡泡菌所造成的 因為 因為這些 出事的人喔 不是都吃同一個東西嘛 所以它是不是有佐料 譬如說你放在床上的那個草啦 跟我們日本人說米酢 那些都發酵食品 那裡面都有可能存在這個米 所以這些都沒有 大家都中種嘛 有可能它有狗 有的 所以它才對到 沒有狗 它沒有對 是不是這樣 就要考慮看看 去找這個源頭 沒有現在 快找 去來就檢查 我相信趕快找到源頭 這個才是重點 現在最重要就是說 為什麼 我們 兩天後死亡的 你可以踩到米酵菌酸 我是同意啦 我應該是 我也沒有錯 但是一個禮拜後 你已經經過急救 還有用葉克膜去代謝息 身體裡面還會殘留米酵菌酸的成分的話 我這很恐怖 你吃很多 一定是吃很多 再來就是說 你這個重症病人 是不是也要去 化驗說 他身上是不是也是有這種成分在 如果在的話 那這個案件 剛才做一個結尾就是說 它一定就是 米酵菌酸所造成的死亡 就一定 就能決定 我在先生死亡的當日 3月24號 第一時間選擇報案 請檢察官來商院 就是為了替我 我先生 找出公道 希望台灣的檢察機關 司法機關 可以還給被害者 被害者的家屬們 一個公道 其他的結果 我就不再方便透露 非常謝謝各位 先生有說就是吃了骨頭之後 就是非常不舒服嗎 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當時回到家的情況嗎 這方面的結果 我就不方便再另外再透露 希望一切走上檢查流程 還有施法的流程 謝謝各位 先生他當時的狀況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就是去吃了一次飯 不過他一個禮拜人就沒了 我父親他是在今年的3月19號 對他是在3月19號的中午 差不多11點多到這個保齡茶室用餐 然後就是點了一份炒果條 差不多用餐時間到12點半左右結帳 吃完飯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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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在回家的路上 就已經開始有症狀 那回到家當天3月19號 3月19號的晚上 他就開始 他就當天他就是開始腹泄 然後腹泄了大概30幾次 那因為當時 那個諾羅很很流行嘛 所以當時就覺得這樣 就是很大量的腹泄 所以隔天一大早 也就是3月20號的時候 一大早他就去診所就診 那當時醫生也是說 這看起來像是諾羅病毒 然後就是也是開了 就是相關的腸胃的藥 那父親他回去 用了大概可能3、4次的藥 那當天回家 因為拉肚子的關係 所以都是吃就是洗飯這樣 後來其實這個拉肚子的狀況就 就止住了 然後是一直到 當天就是3月21號的 清晨他開始覺得不舒服 全身倒汗 就是整個床枕頭 全部都是濕的 然後到早上的時候 就是趕快叫了救護車 因為當時他已經沒有辦法 就是自行救醫 所以就叫了救護車之後 就來到星光的急診 那當時因為他的心臟可能 因為倒汗然後很虛弱 心臟就是跳得很很很問亂 當時曾經一度以為是心肌梗塞 後來經過檢查之後發現排除 就是排除心肌梗塞的情況之後 就把他轉到普通病房 轉到普通病房 其實他精神都還很好 就是都還可以有所有效的 但他在普通病房的時候 他就是有覺得他的胃 食道很灼熱 很不舒服 當時以為是什麼胃食道逆流 但就是也我不 這部分我不太確定有沒有 有沒有給藥 但當時其實他在當天 那應該是已經是3月21號了 對他就是 當時覺得不舒服 然後3月22號的時候 就是精神不濟 一直在試睡的 試睡的的的的的的情況 那當時雖然他已經沒有腹泄了 可是當時可能還是覺得 有腸胃性的問題 所以醫院是給他 進食 然後打葡萄糖 然後 但 也就是做了很多 抽血啊 的檢查 但當時他的手 就是已經 都是呈現水腫的狀態 常常抽血打針 已經沒有辦法 打得到或是抽得到 然後到當天的凌晨 他覺得非常的虛弱 非常的不舒服 就他的描述 他是說就是像當天 要送醫院的時候 那樣子的虛弱 有無力的狀態 那醫院也是緊急給他 就是抽血 凌晨4點的時候 就說他的血糖過高 六點 凌晨6點的時候 說他的肝指數到 一萬四千多 那當時其實有考慮要換肝 但可能當時的狀況不是 那麼的理想 在3月23號的下午兩點多 他就是送到加護病房 送到加護病房的時候 他還稍微可以一些簡單的應對 譬如說他想要上廁所等等的 但後來基本上就 情況就 越來越差 醫生就是說他肝跟腎都處於衰竭的狀態 一直到3月25號上午 醫院就跟我們說就是裝了葉克膜 3月26 醫生也是說衰竭的很嚴重 用洗腎所有的生壓的藥都給他上了 就是要看他自己有沒有辦法度過 然後到今天上午的時候 醫院就是打來說 他的心跳已經停了 就我父親他一直都是一個非常健康的人 沒有任何肝的問題 沒有任何腎的問題 就是去吃了一次飯 不過他一個禮拜人就沒了 這部分我們已經有跟醫院說 我們是同意相驗的 就無論如何一定要查清楚是發生什麼事情 就好看 就是阿姨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